告诉你 她真的是老警官的女儿 对 好神奇啊 如果你认识以前的她 就能原諒現在的他了 也許吧 你是怎麼看出那個 自殺者有問題的 你忘記我喜歡看 偵探小說了嗎 那些我們曾經以為 無用的經歷 最後會在某一個 不經意的瞬間 彰顯出它的價值來 還有 我的這個習慣 是受了著然的影響 然後呢 所以我覺得 昨晚你的那個推斷 是不存在的 如果他真的是 那把手槍的主人 他在偽造自殺現場的時候 不應該疏忽這個致命的漏洞 說了這麼多 原來是為了他呀 我是為了我自己 過去我也有 但我不會因為我的過去 而喪失了判斷 當下的基本理智 我希望警方趕緊破案 有事實證明 你錯了 那我希望你能贏 我希望這段過去 不要傷害到你 我說過我在乎的不是輸贏 那是人 幹嘛呢 什麼事了 我沒想到我一睡醒 就要吃一醉狗粮 我得走了 沐沐 你真像一个情窦初开的少年 我本来就是少年 就妈妈我 你和夏淑进展到那一步了 我怎么回答 你刚才拍那个照片了吗 我打死都不杀 你发给她 发给她 也发给我一张 真是火酒店 老arr 我发你了 那边 这么知道 什么话 这是我发生了 这是我发生了 什么话